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罗文宏 现在在东吴大学念音乐系 很欢迎大家来看我在IOH的 关于我在念音乐系的讲座 首先我要感谢这个来自高雄的女妈妈 她说孩子 记得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哦 放胆去足梦吧 的确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能包容我们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惠 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我的学校 我的科系 我最印象深刻的课程 还有我在学校参加的课外活动 还有一些经验 当然也会因为我来自马来西亚 当然我也会为大家介绍一点点 就是我们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觉得台湾跟马来西亚之间的一些相同性与差异性 然后最后就是我会跟大家介绍我在这里的心得与收获 好 我是刚刚我已经介绍过了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罗文宏 然后照片这张就是我们东吴大学音乐系的音乐厅 他叫做宋仪厅 他这个场地非常棒 然后大家看我的简易 就可以在我的东吴大学音乐学师这个下面发现到 我的中学 我们没有分高中跟国中 我们是统一中学 就是说中学时段六年 我都是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群人中学念的 我挨自马来西亚 然后马来西亚 就在泰国的南边 新加坡的北边 然后附近也有印尼 然后他在车道上 所以他一年365天天气都是日的 也没有所谓的春夏秋冬这个四季 然后他国土比台湾大大概快九倍 然后这就是大家对马来西亚 比较熟悉的一个建筑物 我们叫双峰塔 台湾人把它翻译成双子星 他就坐落在我们的首都吉隆坡 他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 我们的主要族群有马来人 华人 我就华人 然后还有印度人 还有卡达山人跟一般人 卡达山人跟一般人呢 主要是在西马布 在东马 我们吉隆坡那边就是比较在西马 这样子 中间就是马来人 然后马来人的 从照片看的左边就是印度人 然后穿旗袍那位就是华人 他最外面的两边就是卡达山人跟一般人 接下来说说我学音乐的动机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参加乐团 是因为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在小学的运动会上我看到我们学校的同乐队 那时叫做同乐队 看到他们在操场上操步 就好像照片这样 我觉得很帅 所以我小五就 小五的时候我就决定参加学校的同乐队 我那时进去是吹小号 那上了中学之后呢 因为被教练嫌说我嘴唇太厚了 所以就他建议我改吹上第一号或长号 那我觉得长号的滑管好像还蛮好玩的 而且又可以吹爵士又可以吹古典 所以我就决定转成改吹长号了 然后改吹长号之后 我很想当一个职业的演奏家 所以我就在国艺的时候 我就决定想要念音乐系了 接下来讲讲我的学校 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呢 这个是我们的校园 这是他的校门口 那他其实校地还蛮小 因为他有分两个校区 这个是外双西校区 他在故宫博物院的附近 另外一个校区呢 他是在城中校区 在西门町的附近 然后简单的校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东吴大学是1900年在苏州创校 然后1954年在台湾副校 然后照片这一张呢 就是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当时的校门 然后山地小 他的确 对我们住校内的人来说 他的交通的确有一点点不方便 都要特地走一长一大段路 然后到外面搭公车 可是也 环境也还蛮不错 因为好山好水 当然还蛮无聊 可是我说校地大 为什么照片 这么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 因为这长长的路 你走了很久之后很久之后 到了你当你右边有这一栋 安树堂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见底了 好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的 我们人文社会学院的音乐系 东吴大学的音乐系 有全台湾音乐系设备最好的琴房之一 我们很多人很多外校的人来看我们的琴房 我们的音乐厅都觉得还相当不错 都想来我们来我们这边练乐器练琴 这样子 当然场地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所以我们其实也蛮蛮 也蛮常遇到场地不够的问题 这就是我刚刚我一开始有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音乐厅送仪厅很多我们学生会需要在大三的时候办实习音乐会 很多就选择会在这里开这样子 好接下来到课程介绍 音乐系有分很多主修 所谓的主修就是我们的主修乐器 主修乐器呢一般上会以正统的管弦乐团编制来分乐器别 那第一个呢就是钢琴 虽然钢琴比较少在管弦乐团里面出现 可是它也算是 乐器之中最主要的一个 众多乐器之中最主要的一个乐器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小提琴 照片左下方呢比较小的就是小提琴 比较大一点点的就是中提琴 外表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可是声音跟个性其实就差蛮多的 然后大家再看一个 那个照片比较大的照片 比较小的那个就是大提琴 再大一点的呢就是背大提琴 背大提琴 大家除了在交响乐团或古典乐团 会看到以外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晚上的酒吧 会看到一些爵士乐团或小band 都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弹Bass 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背大提琴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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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跟背大提琴 都是弦乐组的部分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弦乐组的部分的乐器 我们这个是肃琴 肃琴对大家的印象来说就是有如天使下凡 一样的音乐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能很多都会觉得都是女生在弹 当然我没有去仔细调查这个数据 接下来就是木管乐器 大家看到的 在照片看到的比较短的是双黄管 然后比较长的是我们的低音管 两个声音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听的 只是我觉得他们最困难的地方是 他们的竹片需要自己动手做 因为木管乐器 他们是靠竹片的震动来发出声音 所以双黄管跟低音管的演奏家 他们需要为自己 为自己磨出一个 适合他们自己的竹片来演奏 比较没那么麻烦的木管乐器 有那个萨克斯丰 然后竹笛 这两个乐器呢 他们也是用竹片来发出声音的 只是呢 他们的竹片呢 比较可以就是自己买现成的 现成用的一固定的型号之后 就可以直接吹这样子 然后长笛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支都是金属的 对它没有需要靠竹片来发出声音 接下来到竹管乐器 大家有可能看过这个乐器 我们叫做法国号 它非常特别的一点是 就是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 的竹管乐器呢 喇叭口都是向上或向往前面 只有法国号呢 是往后面的 然后接下来 照片左边的就是小号 然后中间的就是长号 长号就是我的主修 然后长号就是使用滑管在控制音高这样 然后照片中右边那个比较大支的乐器 那个就叫低音号 接下来讲介绍完主管全乐团里面的主修乐器 我们当然还有声乐主修 就是美声唱法 提倡美声唱法的一个古典的唱法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作曲的主修 就像大家都想要跟随贝多芬的脚步去探讨 他为什么有可能生活比较潦倒一点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写出那么棒的音乐 介绍完主修乐器类别之后呢 接下来就大概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课内的一些课程 我们音乐系最主 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课程就是 我们跟我们自己主修老师一对一上课的这个环节 当然照片中虽然是电吉他 可是东吴还没有这个电吉他的主修 这个是可是我们一对一上课的时候 大概就是长这个情况 而且通常主修老师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 我为人上为人主事上还有吹奏上 就是各方面各方面的一些知识的传授或分享 所以我觉得就我的我的主修老师 就是国家台湾国家交响乐团的宋光清老师 我觉得他在这四年都给我各方面很多的知识跟启发 然后刚刚的是一对一的上课制度 当然接下来也有也有比较就是找找 partner 一起合作的 我们叫做室内乐 对大家来说应该就是重奏 就是比较少数的人一起组成的一个组织来做一些 可能没有很大 可是是小而精致的一些音乐 照片中就是钢琴三丑奏 有小提琴大提琴跟钢琴 接下来就有合唱团 合唱团也可以也有一些形式下会变成重奏团 这个就要是曲目的性质而定 接下来这个照片中是管乐团 管乐团名就是他整个乐团里面都是管乐器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在里面看到小提琴啊 中提琴啊大提琴这样子 这个再来这一张照片我一开始其实也放过了 就是我们也会有管弦乐团的课程 就是交强乐团这样子的一个重奏 再接下来呢 就是除了演奏方面的课之外 我们也会上和声学 所谓和声学就是如何学习如何把单一旋律 让它配上和弦 配上和声 让它从单调的一条旋律线变成有四声部 或更多的一个好听的一个音乐 再来我们有乐曲分析 所谓乐曲分析就像我们学生物 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人体的构造 诶 这里是牙齿 诶 这里是肺 诶 这里是脚步 同样的对音乐 对曲子我们会需要去分辨它 诶 这个部分是这个音乐的哪一个调区 它的什么发展步 它的什么在线步之类的 我自己觉得还蛮复杂还蛮难的 就跟我照片附的 我也不知道它其实里面的是什么纹 然后接下来呢 每一个科系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历史 当然音乐系不例外 我们要学的音乐历史呢 就是学许多的作曲家 包括他们的作曲风格 他们的一些成就或一些 甚至他们在哪一些城市带过 诶 音乐系我为什么放孔子呢 因为除了刚刚那些系内的课程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系外的必修课 中文呢就是其中一个必修课这样子 然后当可是因为我是 我算是外国外国学生 所以在东吴他们有提供就是台湾人的 跟外国人上的不同 这个国文版不同的半别 所以我参加的就是国外国外人的 可是我进到去就是 老师还蛮照顾我们外国学生 就是都给都不会安排一些非常非常困难的 作业跟课程给我们 所以同时我在看我音乐系的 的同学的他们上了国文课的时候 我觉得辛苦他们了 接下来来介绍一点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课 第一个就是音乐基础训练 什么是音乐基础训练呢 就是 让 让 让把它当一个语言好的 你学一个语言 你需要会听 你要会讲 就是所谓的听说读写 在音乐我们就叫做四畅听写 谢谢 接下来呢 这个是系外的课 也是必修课 可是我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 叫做陈俊宏老师 我大二的时候 的时候的民主法治 就是给他上的 我觉得这位老师呢 他为我们 他有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去思考非常多 非常多就是有关政治或社会议题的一些思考 然后也 也会提供我们一些平台来让我们发言 大家在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意见下来讨 来讨论一件事情 当然 有讨论就 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所以 通常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的 当我走在走 走着回家的路上 我还是会一直在思考 刚刚我们讨论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堂课对我的帮助其实还蛮大 接下来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课 就是指挥法 东吴大学音乐系的指挥课呢 是由 台湾 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指挥家 叫江静波老师 来教授 指挥 指挥这个 这个指挥呢 是在 就是大家看到在照片中 就是他在乐团里面的中间担任指挥大家 指挥音乐的一个工作 然后指挥通常站在前面的 拿着指挥棒的人呢 就跟 就跟各行各业的领导人一样 他是要当老板呢 还是当领导呢 那你身为一个 行事上是职位最高的人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霸权的人 还是顾及大局 照顾到每一个团员 尊重到大家的一个领导人呢 这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也对我以后回去马来西亚 教学生或 与人相处 或与大家一起聚集来一起玩音乐 这一块 还蛮重要 接下来就是一些课外活动 我大一来的时候 其实相比现在我大事的 我大一来到台湾 其实还蛮空闲 就是有一直出去 出去看看台湾看看台北 然后回到房间 也网速也比马来西亚快很多 自然就想做一点点事情 我那时就有开了一个 在脸书里面的一个群组 就是把东吴大学的马来西亚人聚集起来 都把他加进一个群组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东吴大学的马来西亚人算是少的 甚至大家在没有一个管道见面的情况下 大家有可能就是觉得 东吴我怎么好像是我一个马来西亚人 其实不是 就是我有把大家慢慢聚集起来 然后到现在这个群组 我创了快三年或是第四年 就是越来越多的学弟妹都加进来 这样子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网路群组的组成 并不是还没有还没有经过学校的正式审核成立 这样子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平时 我们就聚会吃饭 然后大家一起聊天一起抢家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当新生新的马来西亚人 小生或外籍生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去接机 然后去带他们去弄 去买一些日常用品 带他们来东吴大学报到 帮他们找宿舍之类的这样子 这就是当时去年的八月底 新一批马来西亚人 还有其他一些乔生跟外国人 来到东吴大学的时候 我们带他们去城中校区附近的移民署 办他们的居留证 来一些课外乐团 课外的乐团 我在外面有 我四年里面在台湾 我也在一些 在外面一些乐团 就是参与 参与过他们的排练跟演出 那比较大比较常态性的 有江静波老师带领了 乐星支持青年团 也有台北爱乐青年广学乐团 然后接下来也有两个 接下来我会讲到的 NSO Academy 还有由奇兵与开药老师 创立的爵士 原理黑人乐团 NSO Academy 是我升大山的暑假考上的 那我非常幸运有考上这个 这个乐团学院 因为我考上这个乐团学院 也同时让我更加接近 职业乐团 也开始了解 就是身为一个职业乐手 在职业乐团里面工作的一些现象 跟情形 还有很多经验 这是我们 我们今年2015年的5月 5月初 我们在 我们 NSO Academy 在 在国家 音乐厅 那一个的 演奏厅的成果发表 发表会 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跟老师们 他们的合照 这是 这就是我 我在 NSO Academy之后 我有一些 机会参与 就是 就是 他们大团 NSO 国家交响乐团的一些演出 照片中最左边呢 就是 国家交响乐团的 长号首席 也就是我 四年里面的 主修老师 然后 这张照片呢 是 2014年 跨2015年的 这个 新年 跨年音乐会 跟新年音乐会的 这个演出 当时我们演出的是 寻百科的 古乐之歌 就是 寻百 古乐 一般上 大家知道 懂音乐的 就知道 交响乐团里面 不会有那么多 只长号 所以 可是 是寻百科 他特地写那么多部 就是 所以我才有这一个机会 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因为 长号就已经那么多了 其他管乐会更多 当然后面还有 还有就是 一个很庞大的 一个合唱团 诶 讲了那么多古典 接下来就是 我 这个故事要回到 就是我大肆的寒假 大肆的寒假呢 起兵于凯亚老师 是 台湾的 在台湾的 推广爵士乐的二人组 然后他们那时寒假 有来马来西亚 可是那时我 因为 因为已经有排事情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见面 他们有来我们 马来西亚的一间学院 就是 一起给 给工作坊 给 课程 然后一起演出 然后他们就 知道我的 就是 所以到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邀请我去 参与他们的 爵士园里 黑人乐团 那对我来说 那对我来说 参加这个爵士 这个爵士乐团 有 有如 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就是 因为他除了 他除了 演奏的技术以外 做音乐 做音乐的方式 跟一些处理音乐的要求 都跟古典相差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 是一个还蛮有趣的 的一个经验 这样子 这图片中是我们五月 在和 在四英文丁的河 河岸留言 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这样子 诶 怎么怎么那么跳动 来来 来到的重唱团 对没有错 我有 我有个同学他 邱恩他 组了一个人生纳斯重唱团 就是阿卡佩拉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的声音 比较低 我以前唱过南高音 可是 南高音对我来说还蛮煎熬 因为我 讲话比较低音 可是要唱高音 本来就是有一点点 拉扭上速 所以 我朋友 也发现到我音 真的还蛮低的 所以他就找我去 重唱团阿卡佩拉里面 一直唱低音 就是一直蹦蹦蹦蹦蹦蹦 不然就是一直拉低音 好这样子 这是我们去 我们2013年 就是前年在 东吴大学的送鱼厅里面 有演出 这样子 然后大家 这是我们当时的团圆 说一下我在 这四年的经验 我参加过一些 一些音乐营 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老师办的 就是宋 宋邝清 长浩银 就是还有轻蹦 然后接下来还有我去 香港参加的这个 slider Asia 国际长浩银 这就是我们 我大一那一年 我们去 我们去平邻的 一个长浩银的成果发表会 所拍的 然后当然也不只有这一届 我在台湾的四年 我参加了 两两次或三次 这样子 然后我老师是一个蛮积极于 推广长浩吹奏 这个艺术的一个老师 然后接下来 我在大大二升大三的暑假 我也有去香港参加这个 国际长浩音乐节 然后刚刚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哎 照片好多长浩啊 对 可是这张呢更多 这张是我们在香港的 一个音乐厅的成果发表会之后 所拍照留念的 里面有几乎各个年龄层的人 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站在最前排的都是小朋友 都是还是小学 然后音乐营以外呢 我也有参加一些大师班 照片中呢 是我 我在台湾或在 在香港 就是参加过的一些大师班 接受过他们的指导 或他们有来过台湾开音乐会 然后给他们签名 这样子 像是左下角 左下角的那个 如果你是吹长浩 吹长浩或者你是吹铜管 你一定对他不陌生 他就是Christian Limber 我们都听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都听他的CD长大的 哎 他就有来台湾吹 吹邪奏曲 也有发表他的新作品 那时就是很非常感动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开始就有 开始在听他的他的演奏 然后其他 其他都是我在上一些 有来自美国的 Brian Bowman 和Alex XR就是爵士乐手 也有 也有来自欧洲的 的一个兔巴老师 然后照片最 右边的就是 来自美国 美国纽约爱悦的长号首席 Joseph Arlesi 那是非常非常荣幸 非常幸运的就是考到一个 他们提供提供了一个名额 就是audition之后呢 可以免费接受这位大师的指导 这就是那张就是我在接受那位 那位大师上大大师班的时候的一个剪影 这样子 接下来我也有办一些 办一些演奏会 也有参与过一些大型的音乐会 演奏会有跟别人办 也有自己办 自己办通常我们会叫独奏会 反正就是都叫音乐会嘛 这就是我历届过去以来 上大学之后都有举办过的一些音乐会的 邀请卡跟海报 大家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我在 也是在台湾念书的妹妹 他在台译念视觉传达设计器 这都是他帮我画的或设计的 这样子 这张就是我在2013年的12月26号 就是圣诞节第二天 刚好我的母校 马来西亚基隆坡寻人中学 他们也有来台湾寻回交流演出 所以他们很荣幸就是邀请到他们全团的人 一起来顺便看我的大三十型音乐会 一些大型音乐会有 这张是我大二那一年 我找我们学校的一些 我们学校所有的长号主修的朋友 和一些东吴的校友 戏友都是吹长号的 就连同宋光清老师跟张兆明老师 一起来办这个长号重奏的音乐会 然后这个第一点是在东吴大学的暗树堂 就是一开始影片我介绍的 你走到你右边有暗树堂你就见底了 一些写演的演出呢 包括我在 比较多是在国家交响乐团的一些职业 这种职业乐团的写演 这种经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 因为在职业乐团里面 在学校乐团里面 你周围的都是还是学生阶段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犯错 这还是可以被接受 可是在职业乐团里面呢 周围都是周围都是比你比你长辈 几乎都是老师 不是几乎是全部 包括指挥也是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机会 非常不一样 跟学校比起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呢 这一张呢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旅台同学会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办这个大马艺术节 所谓大马艺术节呢 不好意思 是大马运动会 大马运动会呢 是每一年在台湾的各的不同的地方 都都会聚集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留学生一起来参与这个运动会 那两天对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来说 就有如回到家乡的感觉 今年呢也就是2015年 我们的那个旅台同学会的信任的会长 他就想 我们有运动会 那我们要不要来办一个艺术节呢 然后艺术就有音乐嘛 那我就是 他就找我来筹划这个表演艺术职业 台上呢 就是大家照片中看到的 就是在 在台湾各地的一些其他音乐系的学校里面 他们 他们有在参与这个艺术节的古典音乐的演出 这样子 诶 我大三那年呢 我有赢了学校的一个比赛 东吴的音乐系每一年都会 都会有不同的组别的乐器的协奏曲比赛 然后优胜者呢 就可以在下学期 跟学校的管弦乐团演独奏 吹独奏演协奏曲这样 这是我在大三胜出的 胜出之后 然后跟东吴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一个照片 这样子 接下来讲到文化差异的部分 台马之间有什么相近的地方呢 其实不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很多人 会选择要出国念书 会选择来台湾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语言相通 大家有很可能 很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讲 讲华语 因为其实我们那边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 可是多元种族各自都有各自的母语 那我们华人的母语就是华语 所以我其实从小就在讲华语 这样子 那我们 当然我们那边的媒体 都会 就是跟台湾的大家一样 都会看到吴中宪 会看到蔡依林 也会知道周杰伦 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费相近 至少在汇率上我们曾经是只差一个零 就是马币一块钱等于台币十块钱 虽然现在还是有落差 但是大致上的生活 生活开销呢 都跟在马来西亚生活差不多 接下来到台马之间的文化差异 要说差异不多不少 这里就介绍几个 我自己觉得 对我至少对我印象蛮深刻的 专业名词和热肠用语 专业名词的部分呢 因为在台湾 在台湾的大家学音乐 都是从音乐班上来的 都是所使用的专业名词呢 都是用 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了 可是在马来西亚呢 因为要顾全大吉 要让各个种族的都有办法学习到 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边比较会使用 英文的专用名词这样子 接下来到热肠用语的部分 虽然我们讲的都是中文 可是我大一来到台湾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听不懂我讲什么 就鸡同亚强 对牛弹琴这样子 最经典的一个就是 大家 哎 为什么两张照片 好像 好像都没什么关系 因为呢 在马来西亚呢 吸管 我们叫水草 所以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你跟他说你要水草 他就真的会拿吸管来 来给你 可是我一开始来台湾 我还转不过来 我跟他说要水草的时候 他以为我错 我进错地方 他说 不好意思先生 这里不是水族馆 我们没有卖水草 然后吸管就在我隔壁这样子 哎 哎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的印度餐厅 我们叫妈妈当 破这张照片就是 就是通常我们在那边的餐厅 对我们 对我们来说 每个人都是老板 就是在台湾 你要点餐的话 哎 他们会 台湾朋友会可能会说什么 哎 那个服务生哎 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要点餐 我们直接很大 哎 老板 老板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 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小员工 可是他是以一个老板的姿态来服务你 一样的节日 不一样的庆祝方式 有哪一些呢 至少在台湾的中秋节和端午节都有放假 这是我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 因为我活了19年 中秋节跟端午节 马来西亚都没有放假 嗯 哎 这个是中秋节的部分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中秋节呢 会掉灯笼 然后游行 吃 吃月饼喝茶 然后赏月这样 哎 在台湾好不一样哦 大家都烤肉 反而没有看到什么灯笼 当 那你那台 来了台湾之后呢 你问我最喜欢哪一种庆祝方式 当然是烤肉 当然是烤肉咯 烤肉大家可以在一起 而且 而且比起在马来西亚吃月饼 烤肉可以吃的比较饱 嗯 哎 有 我在四年里面有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在台湾学习 有 会有很多多元学习的机会 就是有工读跟义工的这种很多 非常多的机会 当然工读就有哪钱 一工就是没哪钱 可是收获当然都会不一样 哎 照片的 右边呢就是我生大事的暑假 我生大事的暑假呢我没有回马来西亚 因为我觉得 在台湾一整个暑假应该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果然 我 我在那一年的暑假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照片中 右边呢就是我参与 那个台北青年管乐团 他们所办的一个管乐下令营 哎我进去当对付 然后照片左边呢就是 国耳那个 美国纽约音乐节 他们在 东吴大学 这样子办这个音乐营 然后我也有去报名当 当这个工读生这样子 哎我原本是去打扎的 可是因缘之下呢 他们找我去当翻译 然后跟我拍照的那一位就是 来自以色列的大提琴大师 他是Mr.Hayani 他人非常好 然后我 我除了 我除了要翻译 把他说的英文翻译成我理解的中文 然后再要马上把中文翻译成台湾人听得懂的中文 这是对我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而且呢 在看他们的演奏呢 虽然那整个音乐营我几乎都没有练到我自己的足球乐器 可是透过一直在听大提琴的音乐 我在对于音乐的了解上也也有非常大的提升 哎 再来就是自律了 身为一个大学生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在外面 很非常多的时候你会有 你会看到许多许多的诱惑 可是可是也因为世界上的考量 所以你需要做出你要被诱惑还是你有事情 比如说报告啊 你得要去 你有一些必要是得要去完成的 哎 这张又是自律 就就代自律 就代表我 我自己还蛮重视自律的这一块 哎报告的分组 哎是内月找的一些合作伙伴 都是都是自己以外 你需要去考量的一些东西 那最最大的最大的自律的部分呢 就是时间就是手撕这样子 好最后呢很感谢IOH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我自己的一些声势 我在留学台湾留学东吴大学音乐系的一些 一些一些分享这样子 希望大家大家会喜欢我的talk 嗯